Hello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香港如来收闻 今天的男主角就是周永恒 基于他在4月的时候 涉及恐吓妻子和集警 而恐吓妻子两次 所以起诉是三条罪名 而今天6月21日 刚好是他在屯门法院上庭的日子 而根据资料显示 控方是撤销灾 刑事恐吓这个罪名 亦都是基于这样的关系 审讯会押后到8月1日 而他的担保外出条件 都是5万元 但就被短暂离开香港 而亦都有传出 他和他太太已经是分辨 今天有传媒也访问过他 现年周永恒已经38岁 希望他会三三四成 但受访期间 他亦都说和外妻和好如初 为什么他可以短暂离开香港 因为他用了一个原因 因为他儿子在内地读书 所以希望可以短暂离开香港的权利 让他在7月1日至7月14日 离开香港 在离开香港的期间 他是有权不需要回去警察报导的 即是不用转离开 我希望他真心对儿子好 不是拿出来做秀 或者是一个原因 可以离开香港 真心对儿子着想 而他也有答到传媒 说相信爱情一定会有一些经历 如果想听到后续是如何判 我想大家要给点时间 去8月1日再上庭的时候 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我今次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喜欢 不要忘记订阅 赞 和分享 大力支持 还有看到一些照片